这一期的很高兴认识你陈楚生来了 有多少人是因为陈楚生才看了这期节目 其实周迅和阿雅也很好 知性 温娃 成熟的美 说话温温柔柔的听起来很舒服 陈楚生的家乡真美啊 历才农场 到处是椰子树 芒果树 木瓜 想吃什么伸手就来 骑着小电动车 他觅陈楚生小时候玩耍过的地方 真实的生活场景 再次感叹 真美哦 这就是他小时候翻过的那座山 他想带周迅和阿雅去登山 节目组思虑再三难度太大 很遗憾地放弃了 那个最美的日出 占据了他的内心 这么多年都念念不忘 陈楚生小时候的小伙伴 爆料他从小就鬼点子多 大家都听他的 原来那个时候就有当大哥的前置啊 偷偷画竹筏出去玩 被大人们抓住了还装溺水 为此还多矮了一巴掌 精灵鬼怪的李李 节目组来到了他的学校 孩子们弹着吉他唱着他的姑娘 陈楚生跟着合奏 小女孩还跳起了舞 他还跟小时候的同学通了电话 没想到这么多年 儿时的伙伴一下子就听出了他的声音 看得出来陈楚生录制这个节目 非常的放松 敞开心扉地谈起自己的经历 跟他在其他综艺里面有很大差别 一直是开心的笑容 轻盈的 发自内心的 可是陈里里真的是个小哭包啊 在谈话中几次红了眼眶 讲述小时候的故事 在天涯镇的打工经历 在深圳的闯荡生活 还有父亲对他的理解和支持 无意不动容 这些内心里最柔软的部分 一旦用语言描述出来 真的很难不让人落泪 想看陈楚生哭的 这次可是过足了瘾 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 两天前结束的三亚音乐节 陈楚生在演唱《我等待》的时候就山人落泪 面对楚子大旗飘扬 面对当年为他拉票的父老乡亲 怎能不落泪 那个犯了两座山出走的少年归来了 楚生带着阿雅和周迅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三亚 故事就从那里开始了 第一站 历彩农场 楚生约了阿雅和周迅一起缩粉 果真是回到了家乡 开早餐店的老板竟然是熟人 楚生同学的弟弟阿汉 阿雅不放过任何机会 张嘴急来 他小时候怎么样 一句不好说 现场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了 下面楚生的话说得非常走心 我能够怎么好好介绍这个地方 其实也知道这个地方很好 但是这个好 可能需要你住下来才能感觉到 很多地方因为他特别就是因为有人家人 朋友等 家乡虽然有变化 但对他的感觉却仍然十分熟悉 他说自己就是那片土里发出来的牙 好生动的比喻 对于儿时最深的经历就是翻过那座山云梦山 那是一次说走就走 想到就干的经历 在山顶他看到了太阳从海平面升起来的震撼 也让他对外面的世界有了向往和期待 走 骑上摩托去兜风吧 在阳光落下 穿过枝叶的地方 去见一见曾经的故人吧 楚生的家打开后门就是一片橡胶林 让他伸手即可触摸自然 回到父母在身边的老家 他睡得特别安晚 特别香甜 木瓜树下 摘几个新鲜的果子 尝尝楚生小时候吃过的水果 他的发小阿云打开了画匣子 说起楚生当足球队长时的故事 一点也不凶 该骂会骂 该鼓励会鼓励 楚生也越发放松说自己是以德服人 在发小的交谈里 原来李李的小明来源于楚生父母教他弟弟老二 外人听起来就成了李李 在这个时候 楚生又提到了那座山 明显感到 这个时候儿时三剑客阿春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一个爽朗的海南汉子 他俩对楚生的印象就是主意多 经常会有新想法 对于楚生的评价就是他有意气 在小时候画走人家的竹牌就兄弟被追打 看来楚生很调皮 这才是真兄弟 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伙伴 回忆着共同的经历和时光 正如楚生所说 有时候路走着 走着就会累了 那你就先一先 而家乡则是承载记忆最好的地方 每次他回到这里就会放空自己 汲取更多的力量 最终因为山路环境不允许而放弃了那座山 我明显感到楚生的失望 看来那座山在他心里有着很不一样的意义 他的歌就是那样唱的 我从家走到天涯海角 要翻两座山 虽让我感动并流下眼泪的就是下面的这个片段 他曾经读书的教室里传来了吉他弹唱姑娘 两个男生一个在唱 一个在弹吉他 楚生拿起吉他与他们一起弹奏起来 听着童真的声音 突然眼睛湿了 而且有一个男生的父亲还是楚生的同学 接通电话就喊出了李李的名字 在这两个孩子身上我好像看到了楚生的影子 那个曾经的少年在追逐着音乐的梦想 另一段让我感动并流泪的就是天涯阵的逃逆了 他热爱音乐起先没有得到父亲的认可 他跑到各个工作的地方有过停顿和思考 那个时候写了小镇的新生 住在这个没有音乐的小镇里 肮脏的空气几乎令我窒息 我想抛开一切 飞向那蓝蓝天空 现实的手却把我紧紧求牢 我想站在开心的山顶 大声地呼喊 可是沙哑的喉咙用总是不听实话 这是迷茫 是渴望 是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在这个小镇 楚生说起那段音乐梦想起航的时光 有家庭的羁绊 有经济的困难 更有他内心的叛逆和不懈的追求 19岁的他 在这个小镇 在满手游泥修理摩托车的停顿后 他带着梦想去了另一个他生命中重要的地方 深圳 在那里 他背上了吉他开始音乐创作之旅 他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直至07年那次比赛 海南人又给了楚生全力的支持和后盾 直至今天采访每一个路人都还记得那次投票 他们就这样也打开了楚生的音乐之路 已成了楚生最难以割舍的情怀 所以在海南唱响那首《我等待的他会泪流满面》 就这样 阿雅和周迅走进三亚 与楚生一起短短的不到两个小时的回家之旅 走过儿时的地方 见到儿时的伙伴 聊的是最平凡的家常 回忆的是曾经的时光 却给我们讲述了陈楚生一个草根歌手的人生故事 最后 用楚生爬山的执念做结尾 为什么要爬那座山 我当时有个执念 那个日出对我来讲 是我看过最美的日出 第一次看到从海平面升起的太阳 还有很多云彩 它会给你更多的是对远方的遐想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决定漂泊后 它一直在路上 回头再看当初最打动我的那个画面 陈楚生坐在屋顶望远山的那个画面 那时候的他 所期待的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节目吧 所以才会说想在那里写专辑 可惜地方不对 人也不对 而很高兴认识你是什么都对了 那座山是云梦山 房子是朋友的家 人是从小到大的朋友 池塘是朋友亲自顾哇唧哇的 数是二十多年前他看着种下的 音乐从海风里生长出来 不用戒备 松弛惬意 真实坦诚 原来曼综艺可以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这个节目的节目的节奏太好了 两位MC也不尬聊 不知道为什么 看的时候总觉得闻到了潮湿的咸咸的空气 太短了看不够 最喜欢的就是最后他抱着吉他在海边弹唱 如果放别人可能会觉得很装逼 但是他就感觉是属于这里的 文艺和野生 在他的身上融为一体 看到升哥在自己家乡这么惬意 舒服 随性地表达自己 我的嘴角比AK都难呀 全程连着嘴角看完 中间还夹杂着心疼